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镇蛋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可以和对方一起 制作一个狗狗的纪念品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小狗狗的人 我家养了一只小狗狗 它陪伴了我17年 在2021年的10月18号 它离开了我 所以我希望以后 如果我们在一起以后 我们可以也有一条自己的小狗狗 然后可以制作它的纪念品 比如说有皮雕 这是皮雕吗 对 这个是皮雕 就是非常的生动 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羊毛毡 这个是羊毛毡 这它可以针对性 按照你狗狗的样子来定做是吗 对 就特别的生动 让我就看到好像我家狗狗 就在我的身边一样 这个有点趣味了 孙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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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这点我特别有顾名 就是我之前也是家里面 养了一个小狗狗 养了15年 然后就是很遗憾 她强调娘去世了 但是我妈妈留下了她耳朵 后面的一柳毛 然后那个毛就是 已经有技术可以做到 用她毛发培育人工钻石 我想以后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好 我没有想到 然后现在已经可以 用过毛变钻石 对 因为它都是碳 17号 就是我自己也有养过一个小兔子 然后我会去给她 去外面买一些小东西 给她做装饰 这些你会玩吗 我可能平时玩的比较少 但是我很期待 以后有机会可以玩 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话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做了 一个那种手工体验店 就像你说的说 养了宠物之后 就是做下它的纪念品 这一块画我觉得 我很有发言权 比如说像你说的 做黏土的 还有会剪纸和折纸 就比如说你有什么 想要把它做成的样子 我其实上手还蛮快的 好 那很期待看到你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让我帮他点外卖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 点外卖很纠结的人 可能我今天下了班 然后我回家以后 我要想点一个外卖 然后我点来点去 最后可能总是点成了炸鸡汉堡 然后以前的话 然后我帮我的朋友点外卖 我就说你想吃什么 他说听你的 我说炸鸡汉堡可不可以 他说不吃 热量很高 那披萨 不吃太油腻了 那你想吃什么 听你的 可能最后点了一晚上 都没有点到自己想吃的外卖 7号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的工作 有的时候会比较忙 顾不上吃饭 如果我有男朋友 我就会提前跟他说 要不今天外卖 你帮我点一下 我不会介意他给我点的 我不喜欢吃或者怎么样 反正有就吃 能吃上饭 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8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平时其实不怎么点外卖 但是我喜欢做饭 可是我做饭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在做饭前 就在想 今天中午该做什么 今天晚上该做什么 那如果你是我男朋友的话 你会介意我 让你帮我去想 我今天中午该做什么饭吗 不介意 其实我还是挺愿意 和别人分享 就是中午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好的 我听说厨艺到了一定的境界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吃 打开冰箱 有什么我都会做 最早我听这个话 谁说的呢 黄磊 他是真做得到 这个还挺厉害的 好 看片子 听说很多男生都怕陪女朋友逛街 而我呢最擅长逛街 我是潘兴雨 现在在商场里负责媒体推广工作 在商场工作了六年的我 对商场简直是了都之掌 电影开场还有五分钟 不急 这家奶茶店好喝不排队 昨天配的眼镜刚好可以取了 走这里的电梯可以直接到电影院门口 而且我可以陪女朋友逛上一整天 拎包拍照做餐帽我通通在行 逛累了我知道哪里能休息 在商场行逛时有女朋友喜欢的 也会准备好小惊喜 女生买衣服的时候要是不懂怎么给建议 可以说你气质好穿什么都好看 而且要提前约好餐厅 因为女生逛王街体力会马上下降为零 有一些关于商场的有趣小知识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场 一层都没有卫生间呢 为什么大的餐饮店都会在五楼以上呢 要想商场逛得好 运动有氧少不了 我喜欢一切让我充满活力的运动 每次运动我都一定要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 我喜欢夜跑 往返五公里的长江大桥 三十分钟跑完 没完九点准时出发 从步间断 我还曾在武汉五公里马拉松上获得过第一名 当是外天气不适合跑步时 我会去骑动感单车 出于热爱 我下班后还会兼职做单车团超教练 看着我的激情感染着学员们拼劲十足 我也会更有动力 久坐办公室很容易压健康 我就针对身体的不同部位 自编了几套工肩操 午休后带着办公室的同事一起锻炼 大家在充分活动的同时 体态也能得到一定改善 跳操以后 大家的脊椎和腰椎都会很舒服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在家试一试 平时生活中 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希望能找到一个也喜欢健身的女朋友 14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商场一楼没有厕所 还有五楼才有那个吃的是吗 对 我猜是这么样的 就是一楼为什么没有厕所呢 就是怕那些人去蹭个厕所 所以直接就跑一楼去了 然后五楼有餐厅呢 可能就是走到一到四层已经逛街逛累了 直接就到五楼就直接吃东西了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90%以上的商场 一楼都没有厕所 那是因为一楼它往往是销售最好的地方 寸土寸金 所以它就会把一些比如说黄金珠宝 名品大牌全部放在一楼 所以卫生间一般都在二楼以上 然后餐饮店 为什么在很高的楼层以上 就是比如说二楼和三楼 一般都是男装和女装 如果把餐饮店和男装女装放在一起 那个排演馆排出来的味道 会让衣服浸透上去 就会影响我们的销售 所以一般的商场 都是这样来规划它的一个楼层的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第一点 比较有道理 比较有道理 我觉得是有点道理的 4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想问 为什么化妆品精电 是一定在一楼的 因为的话 一楼的话 它其实是 最容易出销售的地方 一般像黄金和化妆品 它的销售是很高的 所以销售越高的品牌 就会往越下方 我是这么理解的 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认为商场 它要做所有的布置设计的时候 首先考虑女性的需要 对 你看男人是什么呢 我缺一样东西了 我就去买 女人是我要逛街才知道缺什么 对 越逛越缺 我觉得一个商场好坏 我觉得有几个标准 我希望它文化气息浓一点 有电影院啊 有书店啊 有展览啊 艺术展啊这些 7号 我看到短片里面说你喜欢运动 对吧 对 那还希望另一半能陪你一起去运动 我也喜欢运动 但是我不喜欢跑步那些 我喜欢做瑜伽 就是比较安静的类型 那我想说你会陪女朋友一起去做瑜伽吗 其实你想做什么运动 我都可以陪你一次 我都会 你这个夜跑每次都是一个人吗 其实因为我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 比如说我今天跑5公里 然后5公里一定要在26分钟 27分钟以内一定要跑完 我可能因为这个夜跑错过了女朋友 就是他宁愿自己跑得痛快 也不想等女朋友 因为可能就是我如果说我定了一个目标 我没有完成 我就会觉得特别的生气吧 我说我为什么没有完成 我就会一直不停地在想 一直不停地想 那女朋友会不会也生气呢 对啊 所以说我因为夜跑损失了很多 她刚才说有一点很有意思 她说如果她定了一个目标 她是答不成 她就会心里就是百感交集 假设下次你跟女朋友一夜跑 你把目标换一下呢 今天目标不是配速30分钟多少 你说今天目标就是跑到她开心 她要是不开心我就特别难受 我必须要她开心 你要是把目标换一下 是不是这个跑又跑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那我下次一定要试一下 老铁 你好 男嘉宾 我之前也尝试过就是夜跑嘛 可是我就是坚持了不到一个星期 就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我想问你的就是 如果说女朋友 就是不能像你那样那么自律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就是鼓励啊 然后引导她去继续坚持吗 这样子 其实如果真的有女朋友和我一起跑的话 我也会慢一点的 有没有可能你找一个 跑得比你还快的女朋友 那就太好了 让我有一个可以追赶的目标了 我特别开心 来 你那个操叫什么 工钱操 对 工钱操 你发明的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缓解我们的疲劳 然后提升我们工作效率的 来 做一下我们看看 我可以邀请一下女嘉宾和我一起吗 你可以 那要不然请7号 1号也可以一起吧 14号和16号吧 好 大家可以上后一点可以看一下我的动作 你看他挑的几个颜色配色配的还挺好的 好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 大家可以把手这样子在我们的胸前 先是高抬腿的动作 好 准备 1 2 3 4 可以用力一点 好 这样子 后踢腿 对 腿可以踢高一点 好 来 加手 一下 两下 对 很简单 好 跳 右边 左边 开合跳 很棒 再来 最后一次 好 谢谢 好 谢谢几位 累不累 有一点 其实大家在跳操以后呢 我们会流汗 然后我们身体的水分也可以流失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来一瓶山楂树下 它是鲜果榨汁 口感非常的酸甜浓郁 保留了山楂的营养价值 鲜龙无添加 我觉得男嘉宾说的很有道理 因为现在春天到了 我们想走出去看一看 看看大自然的这种冲动都会变多 露营 运动之后 纯天然山楂补充我们人所需要的多种营养元素 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对 很好喝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 我们这个山楂树下卖得特别好 这一场风 对吧 一直跑下去 先下一场 那是一次偶然的对视 开启了我们之间的缘分 我们是在准备学校晚会时认识的 他在练习主持 我在排练舞蹈 排练时的空气很微妙 当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时 我觉得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平时我是比较主动的那一方 没想到在表白时 他抢先我一步 我到了 那快回去休息吧 拜拜 我再送你回去吧 好啊 应该都是男生送女生呀 谁说女朋友不能送男朋友了 我们就这样确定了关系 而且之后的每一次排练结束 都是他送我回情事 后来我的父亲生病了 那是临近毕业 我一边照顾父亲 一边找工作 有些分身乏术 当时他想来看网 但我觉得不合适 他们第一次见面得正视一些 而不是在病房里 时间一久他就觉得我在敷衍他 后来我们就分手了 我怕他担心 没有告诉他爸爸的病需要我照顾很久 因为当时处理事情不够成熟 让我们渐行渐远了 第二段感情 他是我的同事 他的性格活泼可爱 我们的喜好很相似 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但是他什么事情都要先问他妈妈一遍 房子要几句式 地址选在哪儿 车买什么颜色 什么车型 都要听他妈妈的 为的就是考虑到他妈妈以后会用 时间长了 虽然我和他妈妈没见过面 但是已经了解到了他的全部喜好 后来 因为经常没有办法和他妈妈达成共识 但他又只听他妈妈的想法 我们不得已分手了 我觉得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他妈妈的意见 我肯定可以参考 但是不能每次都以他妈妈的意见为主 他对妈妈的依赖 已经影响到我们俩的生活了 希望能和独立有主见的他 工作的时候各自忙碌 闲下来的时候一起锻炼 创造美好的未来 2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就是双方 假如说去见父母的话 什么样的契机 是最合适见父母的呢 因为对我而言的话 我觉得我的女朋友 和我的爸爸见面 一定是要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 那以什么为理由 就譬如要是我的话 可能以节日的这个由头 然后让我的男朋友来家里 来八个年 然后正好能见个面这样 那如果要是你的话 你会以什么样的就是 我觉得可能是 比如说我们相识一年两年 比如说我爸爸生日 我妈妈生日 或者我们的生日 就是一些很重要的节点吧 应该是 好 谢谢 9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两段VCR里面都有提 希望找一个可以一起锻炼的女朋友吗 对 那你是比较偏向于找 好 秩序相投的女生吗 还是说像我这种 像在家里宅有话 这怎么解决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不一样 我觉得 我不会去强迫她为我来改变 然后我也希望可能就是 她也不要强迫我来 就是放弃我以前很习惯的一个生活节奏 超明白 刚才那个我还在想父母见面 你们有经历过 有点不一样的这种见面的方式 分享一下吗 傅海东 就是我有一次见家长也是一个意外 就是我到我前男友的单位去看他嘛 然后他妈妈和姑姑也过来 就是过来不是为了看他儿子 是为了看我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 然后就我们两个在吃饭 然后他妈妈和他姑姑就进来了 然后就跟我聊了很久 就是我完全还是蒙的状态 然后非要送我礼物 就是不收都不行的那种 好 14号 我就有一个很尴尬的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对象就是 我去到他家 第一个反应就说 我的王子陛下我回来了 然后当时我不知道他妈在他家做饭 结果他妈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特别的尴尬 你就顺势母后你也在啊 他妈妈什么反应 就是呆了就是 就是这样呆了一下看着我 他妈妈也是挺开明的 就觉得说我这个人挺有趣的 然后就挺尴尬的一次见面 最后一个问题 7号 我看短片说就是你跟你前女友的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他妈妈嘛 那我还是会愿意听妈妈爸爸的一些建议 因为毕竟他们走过更多的路 他们的眼界比我们更广一些 他给我的建议 我也是会去听他们的 所以说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 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父母的话 我们当然是一定要听的 对 但是有一些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一些 比较小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自己来做住一下 其实我觉得7号 刚才那个表达是OK的 就是我特别重大的事情 听听父母的建议 倒不是你说的大事情要听父母的 小事情我们自己做住 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很多事情 应该听一听父母的建议 但是最后做决定的人 应该是自己 我们要对自己做的决定 承担后果 所以不是大时候的小事 只是建议和自己决定这个事情 好 很遗憾 好 谢谢老师